520的总统就职国宴首度遗失台南 现在菜色曝光之后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因为除了八道主菜之外呢 茶汁魔手的珍珠奶茶现在也入列了 有趣的是啊 台南虽然被称为是全塘的城市 但是国宴的珍奶呢 却只有一分糖 业者也曝光了背后的成分和内幕 做人员模拟上菜动线 2024正副总统就职国宴 有百年虾仁饭 有南部的卤味 但再加这一杯才真的完美 清香的伯爵红茶加入来自荷兰的奶精 灵魂主角珍珠浸泡过二砂糖糖浆 口感微甜Q弹 今年的国宴珍奶 就是找上台南发迹的饮料店 首摇影南霸天 这次端出的国宴珍奶 其中特别让业者自豪的 就是这个比一般市面上 再小一点点的珍珠 让口感更好 自己的珍珠拨疤的工厂 然后是自己楼的 然后里面没有添加防腐剂 而国宴菜色的内幕曝光 会端出珍奶 而不是招牌的山楂乌龙 主要是为了符合外国宾客 因此选择更大众化的口味 有趣的还有响应准总统赖清德曾说 未来我喝珍奶 我不再喝全糖 要喝低糖的珍奶 因此响应减糖生活 国宴珍奶不是全糖 只有一分糖 喝珍奶都选几分糖吗 我都喝五糖 比较不肥吧 微糖不想变胖 三分糖然后去冰 对一样不想变胖 民众跟准总统有志一同 减糖的珍奶就够好喝 这次茶汁魔手 以及台南双麒麟店全伟家 巧克力品牌鱼士 都将端出不同的国宴美食 让民众认识不一样的全糖城市 记者卢俊明流之台北报导